很开心 也很高兴可以在这部各位敬拜上帝 在要开始以前 我要问一件事情 你预备好你的心 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朋友 经历过一场敬拜 15分钟和20分钟的敬拜 祷告 诗歌 每一句诗歌 每一个祷告都唤起我们的心 我们要将你们所有的精神 专注于神 你准备好了吗? 好 你准备好了没有? 好 感谢主 那我们用一个掌声 用极大热热的掌声 赞点我们的神好不好 今天我在这场礼拜当中 我们一起用信仰的心 祷告的心 来看这段经历 帮助我们反省 回想 我们的孩子需要基督徒父母什么样的帮助 在这个世代的变化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变化很大的过程当中 整个世代的变化过程当中 最让我们不知所措的是教育的知识 以及所学习的技术技能本身 很快 很迅速的在每个时代当中被淘汰 不知道你们在前两天当中有没有看到 官务于大学生的一个新闻 教育部打算将全台湾九所大学淘汰掉的新闻 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有喔 在我们来看来这段新闻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帮助 少准化 大学太多 需要淘汰一些多余的大学 因为经营不善 经营或者怎样 可是在背后再告诉我们自己 背后再告诉我们说 我们过去学习的技术技能 在未来的五年实验当中 你可能用不上 我们所得到的知识 可能在未来五年实验当中 很快的用更新淘汰更新淘汰 但只有一样不变 你的年纪会持续的增长 你来不及学习新的事物 你来不及来迎接新的事物 你来不及预备 你应该预备的技能 只是符合你在经济上的需求 以及生活上的需求 好让你在生活当中 没有过多的光 所以你的技能 你的知识不断的在变化 不断的更新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在台湾 在英国七年的当中 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总共有两个问题整合起来 这两个问题 就是当时代的不断的变化 学校会应付这样的变化当中 开始对教育产生各样的方针 以及不一样的交代 产生两种变化 第一 学生的成绩持续的恶化 学生的成绩持续恶化的原因 是因为不再注重他的学业 因为他知道 他的学业所得到的知识 是可变化的 但是另外的 比较重要的是 英国的七年的失业率 一年比一年多 相同的问题 发生在意大利 小型的 企业手工放织家具工医 加工业在当中 1990年的时候 全球化开始 大家喊一求尊 是对所有国家 包括先进国家 开发和开发的国家 很有帮助很大的优点 但這個優點還沒看見的時候 在1997年開始的時候 不斷的產生所謂的經濟危機 這個危機一直到 今天在義大利傳統的工業 總共發生在50個小型企業老闆的身上 全部自殺 他們也都經歷過大學 也經歷過很多東西 這樣的影響使他們壓力過大 這樣的影響使許多的國家 重新檢討教育成果產生改變 怎麼改變 英國在1990年開始 英國十六學的學生 他畢業的科目 英文跟數學這些基本科目 平均的分數年齡降低標準 成績低落 在學生的過去還可以 就是成績不好的 在過去他還可以去哪裡 他可以去加工廠 他可以去手工廠 他可以透過手工透過勞力得到一份工作 但是這些工作 工作天天都在消失 傳統的工業 傳統的手工正在消失 使他沒有辦法給我們工作 國家的教育方向 方式目標專業都不轉來改變 在日本80年代 他是用田亞式的教育 為了要求精準跟精英的一個教育 但他們改用寬鬆的教育政策 所以在當時候年代 被人家贊同說 這樣寬鬆教育可以減輕什麼 學生的壓力減輕他的課業壓力 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 但在這很好的政策 這些孩子都長大之後 也就是這個世代的日本的大學生 如果你問他有關邏輯的問題 他不是很清楚 包括如果你問他沒有錢 他可能甚至會回答你很荒謬的一個答案 沒有錢你就去銀行年輕 這是我們覺得不太可能的事情 從這些以上的資料 教育是叫新一代的人知道幾個重點 他在問你 孩子你的創造力在哪裡 孩子你的承擔的壓力與勇氣在哪裡 孩子你的自由與你的約束的能力又在哪裡 孩子你的專業 你的知識跟你的學習的方向在哪裡 今天的經文跟今天剛剛所講的這些資料 好像沒什麼大當 可是不要忘記今天的經文 是一個做爸爸 一個君王 一個大衛王 要將他手上所有的國家交付給誰 他的兒子 如果你注意看聖經的第三節 第一節 他怎麼形容他的兒子 我的兒子還年幼 嫩 年幼 年嫩 要將整個國家的壓力放在他的孩子的身上 他告訴他孩子什麼 要將整個世代的壓力放在你們 這個年輕的世代上要告訴你們什麼 這是我們今天要從這經文當中想知道的 對於國家來說 教育的嚴格或教育的寬鬆 教育的方向或教育的方式 找不到一個真正有效幫助的生命 塑造生命的方法 教育如果過度的嚴格 他產生的壓力過大 我們經常內心平衡不過來 有許多的危機 過度的鬆散 產生 不知道該怎麼生活 沒有一個生活的標準 沒有一個判準 沒有一個絕對 失去承擔壓力的能力 失去管理的能力 失去創造的熱情 一位已經教出世面的英國老師 他怎麼分享 他說 我們必須幫助孩子 趕走對於學學的恐懼 對許多孩子 因為孩子 太多的孩子 認為他自己很笨 學不會 所以大人或成人或家長 常常在不經過孩子的思考 在大人的狀況下 替孩子設計未來 不經過孩子的思考 替孩子解說他的興趣 不經過孩子的思考 告訴孩子你的未來 大人用他自己假的信心 放在孩子的生理裡面 放在孩子的思考裡面 然後跟孩子說 你要有信心面對你的未來 面對你自己的未來 但大人或成人或家長 沒有辦法證明 這個信心的根據在哪裡 我們忘記一件事情 孩子的背後有一個主權 誰的主權 上帝的主權 我們也忘記一件事情 你不應該將孩子 應該有學習 認識上帝的主權 認識生命的主權 這個權力給剝奪掉 你應該讓他經歷各樣困難 患難 然後你要不斷地提醒 生命的背後 有一個上帝的主權 他陪伴你去走 他告訴你怎麼走 他也讓你知道 你應當怎麼有這樣的操練的機會 所以 昨天 我的孩子 在 下午2點到5點 沒有什麼事情 就趴在桌子上 趴著趴著 那我就跟他說 我們早上不是說好嗎 這個時間應該是你的 彈琴的時間嗎 然後他就回我回去 可是沒有人陪我 他是一個六歲 聽起來好像沒有道 應該有人陪你 避免你孤單 避免你 武趣 毫無 那個樂趣 一個很枯燥乏味的呆呆的 談兩個小時 那很基本的情 然後爸爸就生氣跟他說 你不要忘記是上面在陪你談戦 不是爸爸在陪你談戦 我就講過一般的蠻 戴著眼淚 默默的走上去 坐在隱藏裡面談談談 然後他爸爸就去忙 他是忙了大概一小時半三半小時 他就應該要結束 在他半小時結束前 跑到突然出現他面前 做爸爸還要夾著微笑 跟他說 他就怎麼樣啊 他就也明顯有像 還可以 然後 切入重點 然後被孤單 眼淚又出來 又感到的 要喊住 然後我就按著他的心 帶他道道說 我很感謝上帝好不好 因為這過去一小時 但是上帝在背後 一邊道道 他一邊兩邊 一邊一邊道道 然後到了十一夜五十分的時候 因為我們跟他約定 就是那個整點的時間要下來 就是在整點以前的時間 前十分鐘 我跟他說 趕快下來喔 休息喔 爸爸假裝的 讓你希望他趕快練到這邊 然後就聽到一個聲音 我就說 阿姆哥 他就抱歉 他講答應 阿姆哥時間怎麼不夠耶 這樣子 不然有時間到 記得下來休息囉 我幫你一杯一杯水在桌子上 在這過程當中 孩子他經歷什麼 枯燥 孤單 孤獨 甚至一個人 面對空間 一個沒有人的空間的空間 他會害怕 早上 但他應該要學習 應該操練他 怎樣在這陰淡當中 單獨的面對上 這是大胃王告訴孩子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當我們在幼稚園的時候 我們都會注意 我的孩子跟別人成長 有沒有不一樣 注意了很多 長牙齒的美 天天在問他 少了人喝門癢 長牙齒的美 他已經大班了 然後就問他說 跟你一樣大班的年紀的同學 有沒有長牙齒 他就跟我說有 然後爸爸就緊張了 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有 我們可以注意很多 你的成長 你的身高 你的體重 你的反應的說話 也會跟別人一致一樣 到了國中 高中 大學之後 你會發現 你不會再注意 你的孩子的牙齒 你不會再注意 你孩子的靈命成長 你不會再注意 你孩子遇到什麼樣的苦難 憂傷 眼淚 你不會再注意 你幾乎很少注意 你如果知道 你也不敢問 也不知道什麼 也不知道如何 切入他的內心 你只會問他 今天考試 或者接下來你要讀哪間大學 你的分數不如 你會發現孩子越大 你關注的項目 越來越少 我們來探索我們自己的內心 是不是孩子越大 我們就關注的越少 然後我們用一個安慰的話 告訴你 他應該會處於他自己的生活 他應該會面對他自己的靈性 他應該會面對他自己的信仰 他應該會面對他自己的信仰 對上帝之間的關係 如果你真的很誠實的 常常帶著你的孩子 每個夜晚 每個夜晚 讓他祷告 每次的困難當中 按著心 為他祷告 你或許可以這麼說 他可以一直面對上帝 對他的意志 幫助 但是如果你一直忽略 你與孩子之間如何 怎樣共同來面對上帝 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確信 你的信心到底從哪裡來說 我的孩子可以勇於面對上帝 今天的經文十三節 大衛王重新回到王位 他曾經被追逐過一陣子 他重新回到王位 又準備將他的王位 交給誰 他的孩子索羅文王 這是關乎不是家庭 是整個國家大事 他帶領全家 甚至整個祭司 整個百姓的面前 教導他的孩子 你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 唯一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優先做 優先感謝上帝 大衛謙卑堂告 祈禱當中他的教育 讓孩子看見他在堂告 教育他孩子說 你還沒預備開始走完你的人生 你還沒 你的人生根本還沒開始 這次才剛要開始 你承擔那個王的壓力 還沒開始 正要開始 當你的一輩子還沒走完以前 你要為了你未來的一輩子 在開始走之前 事先感謝上帝 感謝上帝 你接下來你的人生當中 有上帝的頻道 因為整個國權的管理 是你個人一生的路 不在於輸贏 在於你是否願意面對 對於上帝的敬畏 親愛弟兄姊妹 你要教導你的孩子 盡全力的注意他的上帝 你要引導 你不是只是引導他的眼目 專注聖子 你要引導他整個生命的熱力 熱情來專注那上帝 你一定要這麼做 我們人的人生很像 在學業當中 在工作 在執伴 在職業 身份 社會地位等級 用整體來看 不管是很像或直向關係來看 好像真的是一場很重要的比賽 而且是一場不能輸的比賽 一旦輸了之後 我不知道我的未來 一旦失去平順之後 我不會再管理我的生活 一旦失去生活 原來的固定的模式 在固定的模式的生活當中 突然產生極大的變動之後 我沒有辦法符合我心裡面的壓力 我們好像不能輸 很多事情不能輸 我們在禱告當中 我們每一次禱告 我們對上帝說 我不能輸 你怎麼禱告 主要得勝 為什麼是得勝 在我生活當中得勝 不是為了我的靈命得勝 好像我在生活當中 生活失誤 如果不得勝 我的靈命就會垮胎 好像我在生活失誤當中 如果不得勝 不平順 我無法在我靈命生活 信仰生活當中 站立得住腳 剛好相反 大衛王對所論文講得剛好相反 你應當敬畏上帝優先 你應當在信仰上 在靈性上 站得住腳 你才有辦法在你生活當中 站得住腳 你應當在對於上帝面前的敬畏 站得住腳 你才有辦法面對你生活 各樣的患難憂慮 站得住腳 我們信仰剛好是這樣的順序 你的生命必須先面對上帝 你才要幫忙面對生活 沒有錯 人生很像一場比賽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常常接到一個訊息 就是人家會鼓勵你 你問他鼓勵你的時候 你是憑什麼 要有證據 要有信心來鼓勵你 那個人可能不是基督徒 突然哪一天 很有熱情的來跑來鼓勵基督徒 然後對基督徒說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人真的看不開 看不開 不要什麼都抓到緊緊腿 不要什麼都執著 不要什麼都看不開 死心臉 你腦筋轉不開 然後 你就因為你是基督徒 你就知道 凡事掌權在主 你的安慰根本不是安慰的 結果讓這個 已經失去信心的基督徒 更加傷心 失去信心 我們都知道 我們沒有一個平凡的人 可以安慰基督徒 除了上帝 已經敬畏師的基督徒 人生很像一場比賽 但你要競爭的是什麼 是你的心 你的智能 和你的能力 你的心如果不歸向上帝 你的心隨時受到教導 你的智能 如果不願意歸向上帝 分別為聖 你永遠不知道 你應當學習的方向 你的靈 如果不隨時敬拜你的神 或者你不知道你應該歸向你的神 你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過這個基督徒 應當有聖節的生活 或者是屬神的生活 或者是屬世與屬聖節的生活當中 你分別不出來 耶穌來 他就是要承擔我們的負擔 我們的生命有許多重擔 我們有病痛 我們有牢苦 我們有軟弱 但是耶穌在聖經當中 在祈禱裡面 告訴我們一句很重要的話 如果你有牢苦當中 當然來不親近 甚至在聖經當中 你再告訴我們 如果你有遇到試探 不要驚訝 不要惶恐 那是平常的事 那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事 那是基督徒 與不是基督徒 都會遇見的試探 但是你要知道 上帝為你開道 大衛王的導化當中 在教導孩子說 他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本來什麼都沒有 我們是貧困的 貧乏的 我們本來是熟一物的 空空的 但今天我可以為著 我這王的家庭 為著整個國家 建造聖殿 來預備這樣的材料 這些材料是從哪裡來 神所賜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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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二十九章第五節 在祭壇當中 大衛王呼籲 所有的百姓 講一件事 在第五節 他怎麼說 他說 今日有誰 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人 大衛王 如果按照祭司制度 高摩他的兒子 是將孩子獻給他的手 大衛王手中所得到 建造聖殿的材料 他說這是從你而來 神能訓告說 我的生活當中 省了這是從你而來 神能訓告說 我這個月 所領到的薪水 省了這是從你而來 神能訓告說 我的健康 省了這是從你而來 神能在躺在病床當中 剩下一絲絲的氣息當中 仍然宣告說 省了今天的脈搏 是從你而來 你當教導你孩子的認識 就從聖殿當中了解 叫做大衛王 很清楚的告訴他的孩子 年幼的孩子說 你的王位不是因為你偉大 你所得到的職分 不是因為你高貴 你可能在這個 以色列的社會意味當中 相當的高 但很可惜 不是因為你特別重要 不要忘記 你自己的祖先 曾經當過流離失所的人 在流離失所的當中 被人看清 在寄居別人的家當中 要看人臉色 雖然這些苦難都過去了 但上帝透過這些生活 給我們一個真理的教訓說 我們在這四件日子 並不長 有苦難並不長 有富足也不長 在這不長的日子當中 我們要做什麼 預備你的心 威向你的神 結果一件事情是真實的 你如何預備你的心 威向你的神 結果人只有一種負擔 他告訴他的兒子說 你只有一個負擔 你如何幫助你的生命 以及你的國家 能夠公義的正直的心 來面對你的上帝 所以他在做王的這件事 優先感謝上帝 在建造聖殿 還沒建造之前 優先感謝上帝 還沒在經歷這王的痛苦 王的經歷 真的王的豐盛 他王的驕傲 優先感謝上帝 我相信不管在台灣 國外一個州 甚至美中的一個角落 常常一個很熟悉的都市 是我們常常遇到 這個企業家他很成功 他透過個人的土地 有很多的轉意 很多的作品 很多的財富 很多的土地 他的形象也很好 甚至創立了一些 幫助社會救不救難的基金會 究竟貧窮 很多上司 昨天 他面對所有人 都要面對的事情 因為他一直都在 他即將失望 在他還沒下葬以前 他的孩子已經被對付公堂 在他還沒下葬以前 就有幾小偷來到這間公司 偷走所有轉意 這間公司 因為他的孩子的贏物 整個公司本來是一個很用的能力 很有創造力 很熱情的公司 但如今他只剩下可以賣錢的公司 他唯一的價錢 唯一的價值只剩下錢 這間公司什麼都沒有價值 是有金錢 是沒有價值 以前不適合 有專業 有作品 有什麼樣的精神 有樂趣 有血嗎 什麼都有 是錢買不到 但因為他孩子沒有做好準備 是他們的 面對事情 父親產業的準備 沒有做好 面對這產業 臨到我身上之後 我該如何面對 我該用什麼樣的生命面對 我該用什麼樣的價值面對 都沒有準備好 所以 他 這個公司很快就剩下 自己的財產成為一個人的財產 大衛的信仰 告訴他孩子說 不是追求世界的財 也不是受盡人間哭不出來 大衛的信仰不是只是這樣 大衛是在上帝裡面體會說 人不可能絕對擁有任何一樣東西 你可能是一間公司的董事者 一個專業領域的經理人 一片土地的管理者 你可能是一群人或是一群家庭 經濟穩定的一道子 但是請問 這些公司 這些社會地位 這些職份 真的屬於他 如果你是一位基督 你這個好好被你指責 我的成功 真的是屬於我自己 從大衛的禱告當中 他交代所有的萬王說 你是上帝 你是屬上帝所觀想 上帝將整個國家是托付給你 不是送給你 是托付給你 我的孩子 你應該用神的禮神的眼光 來管理神的產業 你不應當管理神給你的產業 毫無限制的擴大自己的權利 毫無限制擴大自己的享受 毫無限制擴大自己的享受 毫無限制擴大自己的人性 你都不應該這麼做 這是一個父親在所有百姓面前 為孩子的擴大 大衛在最後 在自己孩子面前 謙卑大道說 求上帝幫助所羅門王 用他的城市 用他孩子的城市 來守你的命令 你的建立你的律力 來成就他未來掌權的事 整個國家軍王這個資格的事情 所羅門王要管理的 不是他的國家 國家自然有上一關 你的生活 不是靠我們的計劃 你今天的脈搏 你今天的心跳 不是你規劃出來 如果連你的脈搏和你心跳 都不是你規劃出來 你就應該知道 你今天的生命是神給我 是神命令我的心跳跳動 神命令我的脈搏跳動 那也是神命令我 應當在今天日記當中 如何交代我神 如果歸屬於神 身體是你的 但你卻不能叫你的心跳跳動 叫你自己的活著 唯獨神叫你活著 2013年5月15號 前總統領導 他到了中山醫藥大學 部署醫藥大學 以領導力的修煉 作為專業 這樣 在當中有比較精華 他說台灣現今的亂象 是執政者欠缺遠跡 領導人 他不能說我不知道 像不像今天大陸 你對他孩子的祷告 孩子你當領導者 你的國家意見自己 你不能說我不知道 你年幼 你不能說我不知道 因為你背後有上癮的抗力 你要學習 所以 李德國總統是這麼說 總統是處於權力的理工 所有社會階層的道路 大家都期待你的答案 不管你是什麼領域 你都期待你的領導者 給你什麼答案 譬如這次被律兵的問題 所有人都在看 總統你的答案 為什麼不要問我 我們不是誰 我們不是神所階層的總統 救他 救他 有辦法在這樣的權力當中 貼金神經 我們不是神所階層 所以不是問你 也不是 總統必須培養出一個領導人 領導人必須要有 一件東西是你怎麼會講的 他必須要有心 領導人必須要有心 他必須要懂得謙虛 拿掉自己 他最不能有的就是 自以為自己很喜 他必須懂得平衡 傾聽不同的聲音 他必須懂得放下權力 因為當權力過度擊中的時候 那也就是過度享受權力的時候 會產生生命的反應 不能用魅力來製造權力 領導人應當自我期許 他引用1988年 蔣經國去世的那個晚上 他說他沒有辦法睡覺 他不一定做了這件事情 放開身間 他那天晚上他可以讀放開身間 他那天晚上沒有放開身間 他不會讀放開身間 他說放開身間 然後他重新得你 他重新得到你 上帝沒有要你偉大 上帝甚至願意將你勞補重擔 你身體過多的負荷 你靈性上過多的負荷 是神所依許給你的負荷 你要想辦法降落得上 你應當從上帝那邊降落完之後 再從上帝那邊得到智慧的心 所羅門王如果照他的父親的祈禱來走 他有自己的重擔 但上帝為他開導 所羅門王的智慧不足的時候 他的身心靈疲乏的時候 他生命 他的身體都超過各樣的負荷的時候 如果他按照父親的祈禱來過他的日子 神為他開導 一個人如果超過上帝所應許的負擔 你的身體想像過去這一個禮拜 你面對你的家庭 面對你的學業 面對你的感情世界 面對你的男人 面對你的朋友 面對你所答應所承諾 有沒有造成你身體過多的負荷 再想一下 你的內心 你的靈性當中 有多少的孤單 多少的乾燥 多少的孤單 眼淚 你多麼渴望是神明不起 你的內心身體 但是我們有人要學會 或者還在學習的過程 我要怎麼樣把我內心的眼淚 教託在神的面前 如同與同聖子觀眾 必學 我又如何這樣 將我身體過多的壓力 重擔叫做戰典面前 如同聖經 所必學 這是一個訓練的過程 基督的生命是一個訓練的過程 不是一夜成就的過程 基督的生命是一個 累積信仰與神同行的過程 不是一個晚上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的一個禱告會 可以叫你生命重新轉換 我們不是迅速的 是我們的成長 而我們可以穩定 強壯依靠神 來使我們生命重新得力 耶穌他承擔許多的痛苦 跟每一個門徒一樣 但他卻在門徒做一件不一樣的事情 他把人的病痛 人的哀傷 人的死亡的痛苦 一次又一次在門徒面前 表現出 我要交多上 耶穌用他的身體 用他祷告 告訴門徒說 我如何交多我的天命 你們也應當如何交多你們的天命 他一面承擔這世界 世人的痛苦承擔 那一面教導他們的門徒說 你要怎樣抵抗我上 我們的親愛的父母 我們親愛基督魂長輩 這是一場華人般 也代表說這是一場許多青年人 青年人 他可以有很多的技巧 聰明 他可以比例 他可以甚至很靈活 但有一件事情是青年人需要 他需要眼光眼界 是需要屬您的眼光 屬您的眼界 屬您的經歷 是你曾經經歷過 如果你不能把你這邊經歷過 那屬靈的痛苦 過程當中 如何與神同行的 神如何救贖你 醫治你 幫助你 或者是你的孩子知道 他沒有勇氣面對他的女神 他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 當他遇到痛苦的時候 他怎樣靠著屬靈 所謂何謂屬靈 就是與神同行的靈魂 來幫助他摸你 讓各樣的患難 為什麼這世代的青年 他夠靈活 夠敏捷 敏捷到他會用自己的方法 解決自己的問題 解決眼前十分鐘內的問題 解決眼前一個月裡面的問題 半年裡面的問題 但卻還無法解決 裡面的問題 未來的問題 接下來永久的問題 永續性的問題 因為他不知道他必須當你一套死 他只是知道 他缺乏一個人的道者 你需要給他爸安 你需要告訴他 必須用你的生命 如同耶穌一樣的女生 如同大衛王一樣 用他的道道 帶你的孩子 使他知道 怎麼沒給他用的生命 我們起來老闆 親愛主 我們是信仰的共同體 就像以色列家 就像道德文家 也像索羅文王的家 我們的一個肢體 若瘦瘦瘦 我們所有的肢體 都應當同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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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基督的身體 並各自身體的身體 而我的孩子 我們教會的體力 我們教會的靈魂 更是我們教會的肢體中的肢體 我們若一願意用好的禱告 扶持他 他就在他的滅水當中 享受上人的歡樂 若在艱難當中 能讓為他禱告 他就在他的未來當中 隨時被淘汰的命中 在這世界屬世當中 在許多現實當中 不再看重自己的產能 唯獨看重神的他的使命與生命 主啊 我們都有孩子 我們的教會也都有孩子 我們都在基督當中 承擔目標的肢體 不同的角色 我們無法帶一的孩子 走他宿瘦瘦瘦瘦瘦瘦 我們的孩子也無法經驗 我們過去所有的經驗 但是我們可以用禱告 成為他的遮蓋 用教會集體性的禱告 成為我們自己的孩子的幫助 使我們的孩子 懂得依靠上帝 懂得承擔 懂得教課 懂得分別為聖 也懂得聖節 好在我們有一天 年老活力的時候 因為孩子的信仰而蒙福 願你與我們挑戰 帶領我們給你的智慧 好讓我們將你所施的 美好的信仰 恩典的信仰 能力的信仰 使我們的孩子 都能夠瘦瘦 我們將今天禮拜 交波在你面前 願你來成就整齊 阿道奉耶穌的名 Amen 阿道奉耶穌 阿道奉耶穌